唐寶寶以特殊造型装扮化身为星球宝宝 和工艺大使谢欣颖一起带领大家遨游新计 今年唐世证基金会以与星球共舞为主题 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谢欣颖不只出席代言 更拍摄工艺影片 号召民众一起认购中秋礼盒 我真的觉得唐世证基金会里面所有的礼盒 因为每一次礼盒我都很荣幸我可以抢先吃到 好好羡慕耶 而且是很多 所以我很常会分享给我身边的朋友跟家人 你知道每一个人都赞不绝口 然后到有时候像节日或是像母亲节 不是会认爱礼盒吗 就是我也会自己去订 因为我真的觉得那么好吃的东西 你应该要分享给所有的人 对 唐世证基金会中秋星球系列礼盒 以唐世证画家杨如婷画作为概念 呈现推出多款中秋经典限量礼盒 其实他们很会画画 所以我们今天的所有的礼盒的封面 都是用唐宝宝的画作 那我们卢庭 那你看到的这些画画不是卢庭的画作 还有一些是我们名人小作所这些孩子的画作 那我们希望透过孩子的一个画作 然后在理由上 那让所谓的社会大众能看到是孩子 其实那么努力 而且他们那么天真 可以在画画当中可以表现 而且可以跟中秋的星球来做一个结合 唐世证基金会有四家的PU工厂 还有十一家的小林作为所 那我们希望说透过这些孩子 实际上高中高子毕业之后 没有地方可以去 那我们信念他们能够 未来可以进入职场 所以我们的小林作为所跟PU工厂 让孩子都能够可以在这边学习工作 也适应未来怎么样进入职场 那他们也可以很努力的做一些高品 甚至做一些包装 甚至可以跟我们一般人来做互动 让他们其实可以 未来可以更社会化 然后平常也可以在社区走动 然后让社区了解 其实孩子是很可爱 那提供他们一份工作 是我们未来希望的一个最主要的想法 因为一个身上孩子 如果他能够赚钱 能够养家有工作 对父母来讲是一件 他觉得很可惜的一件事情 那如果没有办法训练他们 那他们如果在家里 其实又成为爸爸妈妈的负担 因为父母需要工作 那如果孩子在家里 父母又不放心 所以我们为了让这些高中高子毕业的孩子 都能够有地方去学习 所以我们创立了很多的 比如工厂或想做 让他们白天也可以在这边 一面学习 一面工作 然后一面快乐交朋友 卢婷就是画画能力很好 就是他是从小就有在学习画画的 那其实他在画画的过程中 他的画风是非常就是鲜明 而且有个人特色 那他在创作的过程中 其实老师基本上都会给他一些就是图样 那图样他其实会结合他的生活经验 或是他喜欢的元素 然后去做搭配 就会产出就是他个人很有个人风格的就是画作 台北市劳动局长高宝华与社会局长姚淑文 也到场支持基金会 并大赞高点美味 劳动局长高宝华更当场认购十和中秋礼和 我们投入在小朋友身上五十万 但是他一生的产值平均来讲会是八倍 会是八倍 就从我开始可以做事 可能18岁开始做到45岁这段时间 产值是平均是八倍 所以如果我们用这个角度去切入来看的话 我们应该放更多的教育训练的成本下去 因为他可以减少了非常多其他的社会的资源 尤其是医疗资源 把那些医疗资源移到了这个教育训练的费用 我想这应该是蛮好的一个做法 而不要因为他没有办法工作 待在家里面相信他比较容易生病 那比较容易生病 医疗资源社会资源用的就非常的多 蒋市长其实在上任之后 也一直针对于生脏的孩子 能不能给予更多的社会福利的支持 一直在努力 所以我们现在目前上来讲的话 也把它当作是一个优先部件的措施 我记得我们在盘点 这个南港的这个机场的一个据点 我们希望在这里面做什么样的社会福利 但是呢市长马上拍板 优先给生脏 那我想我了解 我也能够知道为什么 因为我们希望把最佳据点给我们更多真正需要被照顾的对象 但是因为在整个社会福利工作上 我们真的要面临很多的一个挑战 我们也真的很感谢大家一起来协力 今天有很多的家长 其实大家都是在分享你的经验 贡献你的爱情 然后甚至走出你的热忱 一起来帮助我们 其实今天我们虽然是因应中秋节 但是各位我想今天在座的所有企业都不要忘了 其实我刚刚特地跑去 我是一个爱吃的人 所以我马上跑去看我们的商品 我们除了中秋月饼之外 其实我们还有什么芋头书 那甚至你还会看到有所谓的瓦尖烧 还有蛋卷 还有咖啡 所以平常的时候 其实企业不用等到中秋节才来买 我们其实平常下午茶时间都可以把它够买好 然后买满 唐市镇基金会中秋礼盒每合399元起 一盒月饼可以品尝到3到7种精选口味 除了8月30号前订购享有早鸟优惠外 企业订购也额外享有大宗优惠 欢迎踊跃认购 让中秋送礼也能做公益 记者林奇慧台北报导